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随着附加赛的进行,NBA季后赛,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。这也表明,比赛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,一个小小的事物,往往会放送掉一支球队整个赛季的努力工作。在季后赛中,每支球队,都挥缩短球员的轮换时间,只有在整个赛季中,表现稳定的球员,才能在轮换阵容中,获得一席之地。 尽管如此,季后赛的压力,并不是每个球员,都能承受的。即使是最优秀的球员,也可能会屈服于这种压力,而无法发挥出正常水平。随着季后赛的临近,ESPN记者,A.史密斯,列出了季后赛压力最大的五名球员,分别是哈登,欧文,保罗,巴特勒,和克莱汤普森。说起上榜球员,哈登,肯定会带受到压力。 因为,自从他离开休斯多火箭队之后,他的竞技状态,便一直在下滑。而且,他还经历了一次换队交易,从篮网,来到了76人。 如果他在季后赛打得不好,他肯定会受到,NBA球迷的强烈质疑。 接下来,是他的前队友,欧文。 由于一直没有接种疫苗,欧文,一直是NBA的投票新闻。 以至于,他在本赛季的大部分时间,都处于确诊状态,后来,作为兼职球员加入,现在,终于可以全职打球了。 因为这一点,球迷们,将密切关注,他在季后赛中的表现。 保罗并没有做任何有争议的事情,来引起媒体的注意。 他入选这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